一边欣赏窗外美景 一边在屋内泡汤放松 冷冷的冬天一大享受 除了泡汤 南投业者还推出日式盐盘域 趴在由负离子远红外线 北投石所组成的床上 室温控制在38度 湿度60到70 主打促进全身血液循环 做完盐盘域泡完汤 美食当然不能少 羊肩排搭配在地食材做成的梅汁 号称用温泉水做成的巧克力蛋糕 补充一下流血的热量 肉再一口肉再加一口梅汁 就是水里的梅汁吃起来 就是把肉的味道就是再提升一点 所以口感还不错 民众一边泡汤 躺在按摩机上做SPA 墙上播放电影 抬头就能边泡汤边看电影 冬天温泉季开跑 加上从16号开始 全台最低温下探13度 绝多民众开始寻觅温泉会馆 打算在冷冷的天暖个身子 但现在单纯泡温泉已经不稀奇 为了吸引客群 台中有业者推出一边泡汤 一边看电影 双重享受 不只吸引台湾在地民众 大陆游客也闻风早早来预定 业绩预估成长3到4成 感觉舒适 对 很轻松 对 很少像这样户外的大电影 对 很少 满轻松的啦 像在选后部分 我们有接受到满多路客团在询问的 那都是以高价的旅游团 精致旅游团为主 不管是小孩爱的卡通 还是文青的文艺电影 或者是情侣喜欢的爱情电影 通通任挑 台中首创边泡汤边看电影 结束后还能喝完热乎乎的鸡汤 接下来16号开始 全台湾最低温将下谈13度 让业者摸拳擦掌准备强克 解军部综合报道